趁有時間做一條關於迴窩和新手玩家有用的攻略片 主線訓練關卡提供你打的時候的注意試看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錯過這件事 於是就搞到他送給你的不知多少萬體力和百萬化為烏有 其實有玩家試過由零去打訓練關卡的話 其實可以由零對到近400回合或突破400回合的位置 然後你的體力就是加9999無限地使用的狀態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要講這件事怎樣去做 其實你去打訓練關卡拿很多經驗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在用這些訓練關卡打完之後會出現的經驗歸關 這些經驗歸關其實是非常多經驗的 以我現在這個影片裡面為例 以我現在打比較高的五關為例 就是目前因為主線預料之後 就會有新的五關 現在最高的五關 一場是259萬經驗值 我只是打了上面我未打的五關 我的帳戶由最初562回合 就有一條就跳了584回合 所以你接下來要做的事其實就很簡單 你要去拿齊你會加成經驗值的產品 我們第一件事我們需要的就是要學過L以上 當然最理想是EL 因為你這些歸關只可以打一次 每一次的renew就是可以打一次 這個是第一個你需要去準備的東西 學過EL 第二個需要準備的東西 就是這個經驗值加Sport多 這個探險點 玩台版和日版有一個很巨大的分別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玩日版的話 你就會好像我畫面這個狀態一樣 是在一個海中間 只有自己插過一支針 那你就要等運動 就看看它會不會天降一個EXP加給你 幸好這個星期我錄這條影片的時候 就是在送會員 只要見到EXP就自動升級做加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玩家玩日版的悲哀 你台版玩家在香港玩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只要走出街找EXP加的Sport多 那你就可以解決一切 所以這個對於日版來說是非常複雜的 那我就很幸運看到 於是我就打了它 其實如果見不到我就不打了 認真 然後還有第三個特別需要去提示的部分 又是新手會缺的東西 金浪浪 在打舒服的影片裡面 我不是說過金浪浪用來打舒服 是可以令到你舒服0點 瘋狂打舒服一個小時的 其實金浪浪的用途是非常趕快的 在訓練關卡裡面使用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關卡的經驗值三倍化 那你只要把金浪浪 然後Montsport多的EXP加成 再加上學果YEL三個加起來 那你的經驗值就會成8.66倍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一場就有200多萬紀念象 打最高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新玩家 經常都會在那裡說 沒有氣 那怎樣打 怎樣負擔極運 怎樣負擔文章力 難道我一下子都要爆石嗎 那些石拿來抽蛋 爆石不是很不值錢嗎 其實這個遊戲是不用爆石的 問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如果你說你入坑回鍋 其實可能第一件事應該是 衝了一個所謂的主線 即是訓練關卡 這個就是我給你的結論 然後還有一件事要特別提醒各位朋友 你現在是訓練關卡renew 其實訓練關卡renew之後 你打那關訓練關卡會有石 其實你是可以透過打那些bonus關關 然後去拿回那個關卡的石 你就不需要打它最高難度最麻煩那個 這個就可以省大量的時間 但是你要記得 你要去打這些bonus關關的時候 記得要先拿齊我剛剛說的加成 一次過去打 要不然你就會虧了你的經驗值 以及虧了你很多很多的氣 那鈴鐺是會無限地多的 就算你打主線都會有一個鈴鐺給你 那你留那個鈴鐺來拿來爆這裡就OK 然後你說究竟在打龜關的世界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 沒有的 其實都是貫通甲路西法就解決一切 沒有難度可言 那這條影片就希望幫打一些 不太知這件事的孩子 令到大家可以無限期去玩廢game彈珠 其實怪物彈珠是非常誇心的 就是有很多人都經常說抽彈很慳很慳 是你玩錯了方向而已 那不是因為怪物彈珠很慳很慳 是怪物彈珠其實只要懂得玩的 即使他沒有保底 但他也佛心過很多有保底的遊戲 OK 那這個就是怪物彈珠 歡迎加入怪物彈珠的世界 那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